系统性红斑狼疮可怕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学毅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 好 这个问题我们想很多患者非常非常关心 有的患者通过网络之后看到 对系统红斑狼疮的叫做痰狼色变 他们认为系统红斑狼疮的天就塌下来了 其实我们只要对这个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狼疮呢完全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不能治愈 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非常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对患者的整体的没有太多的影响 他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孩子 正常的生活正常工作 因此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更强调和狼疮的共存 叫做与狼共舞 就是说我们可以健康的和狼疮的共同的进行生活 而不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严重的影响 因此呢狼疮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对他不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